2020年2月1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充分肯定并高度赞赏 中方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 相信疫情的威胁很快就会消除 昨天普京总统向习总书记发出卫文电 表示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抗击疫情 愿提供必要医疗物资援助 派防疫专家代表团复华 开展联合研制疫苗和抗疫药物的合作 王毅说 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态度 积极回应境内外合理关切 得到包括俄方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是为组织总干事高度评价 中方采取的果断有力措施 始终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 坚定相互支持 是中俄间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一 中方感谢俄方提供中方所需的医疗物资援助 欢迎俄方派防疫专家代表团来话交流 开展疫情防治等公共卫生合作 王毅感谢普京总统向习总书记发来维闻点 表示这体现了两国元首之间的牢固互信 也解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俄人民正在上下一心 团建一致同疫情进行严肃斗争 我们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 有把握战胜疫情 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通协调 妥善应对疫情挑战 携手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世界至大无外 实则彼此相连 国际社会将关键的目光投向中国疫情 无疑也是关注自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信心 有能力应对疫情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也愿同各国政府一道 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同世界人民一道 同舟共济 共度难关